第28题下列假道星是关于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的叙述 上述属于化学性质的有哪一些 所谓的物理性质就是跟本身有关的性质 借着观察测量就能够晓得的性质 而化学性质是跟你会不会跟别的东西作用 如何作用有关的性质 要透过化学变化来了解 那么假水的密度等于每立方公分一公克 这个是物理性质 是跟它本身自己有关的性质 借着我们的测量就可以晓得的 以氧气具有助燃性 这个是化学性质 燃烧是一种化学变化 是跟其他的东西作用 所以它是一个化学性质 那么丙 氢气具有可燃性 这跟前面一样 一个叫助燃性 一个叫可燃性 都是与燃烧有关 与其他的东西产生反应的有关 所以这也是化学定质 丁 铜是红色的 这也是跟自己有关的性质 借由观察就能够晓得 这个是物理性质 物 酒精的沸点78度C 这也是跟自己本身有关的性质 借着简单的测量就能够晓得 物理性质 鸡 氧气的密度比空气小 前面已经提过了密度是物理性质 那么 羹 强碱会腐蚀皮肤 腐蚀就是产生一些化学变化 然后呢一些作用 所以呢 腐蚀的是一个化学性质 心 面粉撒在空中点火会爆炸 那么爆炸就是剧烈的燃烧 燃烧是一种化学变化 所以心呢也是一个化学性质 所以是化学性质的有 乙 丙 更 心 第28题问我们说 上述属于化学性质有哪一些 我们答案选择是 C 以 丙 更 心 离 几имость 启 从 词